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1月16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提要 有海外的港人組織呼籲英國政府 制裁16名侵犯人權的港府高官和警員 美國國會報告指香港變得越來越孤立 將一步受到北京控制 美國聯邦調查局說 TikTok有長期的國家安全隱患 《香港理工大學》中的示威者被警方重重圍困 這場被譽為反送中運動中最慘烈的理大圍城之役 至今已過了三年 有海外的港人組織向英國外交部呈交最新的報告 詳細列舉港府在運動中涉及的侵犯人權行為 並列出16名港府官員和高級警官的清單 呼籲英國政府制裁相關人士 海外港人組織重光團隊在理大圍城三週年前 前夕發布最新的報告 並向英國外交部呈交有關港府侵犯人權的證據 列出制裁名單 呼籲英國政府 向攝氏的港府官員追究責任 重光團隊週一在英國國會舉行報告發布會 由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副主席 上議員奧爾頓分爵主持 多位國會議員出席支持 主席發布會的重光團隊代表Vinus 曾經是一名前線抗爭者 在2019年 許只是一名17歲的中學生 卻在前線擔當滅煙小隊 破滅警方施放的催淚彈 可以在會上益述三年前理大圍城 對其留下的心理創傷 並否白流亡英國後的無助感 寄望在運動三週年之際 以報告回顧 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警暴行為 以及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倒退 等促英國政府制裁相關的人士 使香港手足的犧牲 真正成為國際社會的彈藥 美國已經去推行了這個選擇 去制裁香港官員 我們認為其實英國都應該在 在Mannisky style選擇上 希望鼓勵到英國在一個 這樣的時間可以去 開始做這個制裁 重光團隊列出的16人制裁名單 包括多名已經被美國制裁的前任 和現任香港高官 包括前特首林鄭月娥 前警務署署長盧偉聰 現任特首李家超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 名單還包括多名英籍高級警官 包括兩名警務署助理署長 以及在元朗721襲擊事件中 懷疑和黑方勾結的警官李慧文 柔乃強和李漢文 報告長列16人的中英文傳名和出身日期 建議英國政府凍結相關人士的英國資產 並禁止他們入境英國 長達73月的報告 圖文並謀詳述反送中運動的緣起 當中的關鍵事件 並羅列當中涉及的 警報和侵犯人權證據 以至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對人權的打壓 分析英國政府制裁攝氏官員的法理依據 重光團隊代表Francis強調 團隊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確保報告提出的建議 完全符合英國的法律 去讚揚英國政府 向港人提高BNO簽證救生艇計劃 但強調 這個不代表英國已經完成對港人的責任 而應該繼續推進制裁港府官員 迫使他們為其惡行承擔責任 有議會者提出應該將參與政治審判的國安法 指定法官和檢控官都列入制裁名單 對此 重光團隊表示 報告目前提交的16人制裁名單只是開始 下一步會建議英國政府 將制裁範圍擴大至政府司法領域 目前 美國已經向至少24名被指打壓香港自由的中港官員 制出制裁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7月發表報告 更建議將制裁行動 擴大至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和刑事檢控專員 指他們參與政治檢控 相較之下 英國腳遲遲未動用本國的制裁法 向港府官員追責 最直發布會的前香港區議員李軒朗認為 重光團隊的報告 有助向英國等國家施壓 加速針對港府官員的制裁行動 他說 我希望能夠加快步伐 亦都希望今次這個報告 詳細再列了他們的暴行 人權的侵犯行為 能夠加速國國政府的進度 亦都希望這個機會 呼籲在各地的香港人 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大家來到英國 可能我們會有 是選民來的 我們有權去投票給國會議員 我們可以聯絡我們的議員 或者我們的 當地的民意代表 向他們 宣傳這份報告 或者將這份報告交給他們看 是令到他們 都知道我們香港人社群在這裡的存在 而且然後他們會有所行動 出席發布會的金融家布勒德 2012年推動美國國會通過馬格尼茨基法案 並擴展到全球多國 已制裁侵犯人權的官員 這個法案 以布勒德的俄羅斯稅務律師 馬格尼茨基命名 馬格尼茨基曾經揭發 部分俄羅斯國企的貪腐問題 被當地警方扣押11個月後 在獄中死亡 布勒德表示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定只是開端 關鍵是各國政府願意執行 而現實上 普遍政府都不樂意主動執行制裁法案 必須靠外界的施壓 使政府尷尬到不得不行動 他認為 從光團隊的報告 可作為世界各國被壓迫者的借鑑 有理有據地向政府施壓 同時將侵犯人權的官員名字和證據羅列 至少令他們感到不安 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 發表年度報告 在香港專章詳細說明北京對香港全面控制下 香港如何失去曾經擁有的言論、集會和宗教等自由 流亡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和海外的港人團體 歡迎這份報告提出的多項建議 認為建立被港府封鎖的網頁清單 以及撤銷香港駐美經濟貿易辦特別的待遇等建議 更能突顯新香港打壓資訊自由和為政權做洗白大外宣等問題 香港特區政府發表聲明 批評報告惡意抵毀和政治攻擊 促請美國停止干涉香港特區的事務 聽下陳子菲報導 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最新的年度報告 香港成為其中的專章 長達64頁 詳細說明北京對香港在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多方面的破壞情況 報告表示 北京透過所挑選的特首以及安插效忠北京的親信 令香港政府所有部門都被北京牢牢控制 同時更改香港選舉辦法後 將議會變成只有外國者的橡皮圖章 開啟新時代下北京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又指香港在2020年實施《國安法》後 香港曾擁有的言論、表達、結社和宗教等自由幾乎消失 報告又以陳日君書機被拘捕為例子 顯示香港對於人權的打壓 並指港府正積極制定本地的國家安全規例 即是《基本法》23條立法 令香港在國家安全的處理和中國更為一致 報告指出 港府透過法律打壓公眾的反對聲音 以及嚴格的防疫管控政策 導致大批港人和在港的外籍人士離開 外資企業也將地區的業務和總部遷離 經濟前景存在隱憂 令香港脫離區域樞紐的角色變得越來越孤立 報告列出多項建議 包括延長港人延遲強制離境的待遇 引用《香港人權及民主法》 撤銷駐美香港經貿辦所享有的外交待遇等 港府週三凌晨法稿反駁 批評報告是惡意詆毀和政治的攻擊 又指報告在《基本法》23條立法建議 仍未公布之前是同抹黑其心可駐 促請美國遵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立即停止威心干涉香港特區事務 而據美國的香港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表示 報告比以往更詳細和中肯 說明香港包括對人權打壓等問題 也特別提到國際社會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擔憂 有很多外國人是因為國安法再加上抗疫 那些措施是離開香港的未來 又有新一系列的國安法 新的23條立法 就以23條來說 它會有一些是針對外國組織 針對香港組織和外國有聯繫 其實他們大家都擔心這些兩個法律 會不會對付在香港的外國人 有很多人減少了香港的投資 現在擔心香港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 會不會增加 在美的港人團體香港民主委員會 策略及活動總監國鳳儀表示 報告提出多項針對香港問題的建議 有採納到在美的港人團體看法 令到他們感到很鼓舞 又形容部分建議是起出望外 特別是建立被港府封鎖網頁的清單 相信能成為香港資訊和言論自由收緊的重要證據 香港政府他們不敢像中國一樣的有網路防火場 因為他們希望可以繼續速做一個國制金融中心的形象 他們去封鎖不同網站 有點像打郵寄站 今天就鎖這一個網站 明天另一個 然後要是你不是主動的紀律 如果有哪些網站被封鎖的話 是很難看到香港現在資深自由是在刷緊 這種對於香港政府實際上封鎖了多少香港網站 紀錄現在還是沒有的 要是我們有這類型的紀錄以後 可以有一個很明確的證據 流亡海外的香港立法會前民主派議員 許智峰也歡迎這份報告 他認為報告的內容 如同拿放大鏡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的實況 落見報告提出多項協助港人的建議 特別是撤銷駐美經貿辦事處 所享有的外交待遇等建議 有助防止北京透過香港駐外官方機構進行滲透 經貿辦的建議之前都沒有提過 某程度上都是回應對中國的威脅 還有經貿辦的作用已經在做大外宣 我自己在外面更加看得清楚 譬如所有在回歸25周年的所謂的民法活動 還有那些落的大型廣告牌 全部都是經貿辦主導的 推廣經濟的時候 其實都在說香港是一個娘子發揮物 其實這種軟性的滲透 其實都是做一些大外宣政治宣傳的工作 許智峰說取消香港駐外人員的特別待遇 也能有效防止他們學習中國的外交官做法 打壓海外的香港人 又說美國的報告對五眼聯盟國家能起到帶頭作用 也能為在海外做香港議題遊說的人士 提供更多強而有力的證據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子菲報導 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韓國站 大會為港隊奏惡時 不播願榮光歸香港為國歌 港府和親中建制陣營 對韓國當局仍窮追猛打 不僅拒絕韓方的道歉 並向韓國駐港總令氏表達強烈不滿和抗議 更要求按港區國安法徹查 甚至要求韓方移交移返 令到外界關注事件會不會因此而升級到外交層面 反觀中國外交部並沒有像香港強硬表態 只是說香港已經作出回應和韓方已經道歉 故有分析認為中國不願意因為事件 破壞它拉攏韓國的戰略 聽聽李若宇報導 亞洲七人籃球賽韓國站13日舉行的香港隊對戰韓國隊 賽前播國歌的環節 主辦方錯誤將一首反修例運動示威歌曲 《願榮光歸香港》當成中國國歌播放 韓國主辦方時候道歉並且說是涉及一名低級職員犯錯 而事件在香港持續發酵 港協企奧委會議務秘書長黃敏昭 週三是一個電台節目時說 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有關解釋 認為亞洲男總和韓國有關方面都要負責 他應不應該再去承接這些大型的比賽活動呢? 他又建議港府可以向國際總會等更高層次的組織投訴 要求暫時拒絕韓國舉辦或抵制相關的賽事 至於當時港隊的表現 黃敏昭認為運動員是無辜 未必知道含有政治意義 又說有需要增加領隊和教練的訓練 再有類似的事件要有即場反應 在香港建制派不斷要求嚴查 帶隊到韓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抗議 港府也行動升級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若見韓國駐港總領事 要求對方設策 警方重案組也尋是否有人違反國歌條例 和港區國安法等香港法例進行調查 但是中國外交部就對事件難處理 日前在禮行記者會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吳寧說 注意到特區政府已經作出了回應 而主辦單位已經改正並且道歉 不少外界分析說 隨著中韓關係不斷提升 韓國已經成為中國在東亞地區重要的戰略夥伴 中方希望韓國跳出美日韓聯盟的格局 所以無需因為一場播錯國歌的風波 影響中韓關係 事實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韓國總統尹錫悅 日前在巴黎島G20峰會 場邊進行首次雙邊會談 習近平強調 中韓要加強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加強在高科技製造業方面的合作 保障全球供應鏈安全 韓國時報在星期二報導說 主辦方因為未能拿到香港隊提供的歌曲 因此自己上網找 該部又引述主辦單位一名公關人員說 已經要求各國提交國歌 但收不到香港隊提交的國歌 職員就在網上以英文香港國歌搜索 並且將字頂的結果 也就是將願榮光儲存在名為香港的電腦文件夾內 而韓國籃球總會之後收到亞洲籃球總會通知 大會應該要為香港隊播放中國國歌 但未有刪除之前誤傳的文件 之後就交給廣播團隊播放 本來在韓國常用的搜尋器Nava、Google、Yahoo和維基百科以香港國歌手上 指定的結果的確是會出現願榮光歸香港 亞洲籃總在同一日舉行網上記者會 說事件是由一名不熟悉國際政治的實習生導致 他又承認由於韓國籃球總會 在7月的15人籃球賽的時候 曾經播放正確的國歌 所以這次比賽沒有再向韓方提交檔案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悅瑜報導 北京大學週三通告 該校一名學生核酸陽勝 學校立即實行非必要不入校 非必要不出校等管控措施 有網民批評說 出現一中就封校 典型是層層加碼 另有資深的傳媒人透露 清華大學和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也都出現疫情 但截至本台發稿時為止 未見這兩所高校公開疫情通報 據北京大學網站消息 16日凌晨 核酸檢測機構告知 該校現員校區核酸採養樣本中 發現一中十混一的結果異常 經覆檢 確認一名學生檢測結果呈陽性 北京大學官方16日通報 至16日7時起 學校實行非必要不入校 非必要不出校的管控措施 停止校外人員預約入校 全體師生員工 16日至18日每日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其中16日核酸檢測必須在下午1點前完成 11月16日至18日 現員校區實行網上教學 相關的會議活動 也改為網上舉辦或調整時間舉行 上述的消息引發網友評論 有網友評論指出 卻現日中就封校 典型系層層加碼 這是什麼情況 在搞什麼 又有人說 快點讓學生放假 繼續這樣對學習沒有什麼幫助 也有網友跟帖表示 放假 有多少博士和碩士等著畢業 放假想回來 起碼要3至4個月 這樣放假 延期都拿不到畢業證書 16日早上 中國資深傳媒人 新浪微博大V海雷在微博發帖表示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均傳出疫情 海雷還貼出上述各大學的 疫情通報圖片 其中北京大學的疫情通報內容同相 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疫情通報說 15日晚間8點 接到核酸檢測機構的通知 該校核酸讓本中發現一宗 十運一的結果以上 該校要求 校內師生員工就地不動 即時起各校門暫時管控 只准入不准出 疑似清華大學的疫情通報顯示 15日晚接到通知 該校一名退休職工 核酸檢測結果陽性 該職工居住在東旺莊小區 海雷自我介紹為資深媒體人 頭條文章作者 擁有超過200萬粉絲 但到截至發稿為止 美建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和清華大學公開通報疫情 留學美國的一名中國學生 因為在校內舉牌聲援四通橋勇士 他國內的家人不斷遭到公安上門威脅 除了要他在美國的聯絡地址 並警告說他一旦回國 家人必須要即時報警 這名學生也受到周邊的中國留學生排擠 有流亡海外的異見者說 情況一再反映 中共的監控魔掌延伸到海外 呼籲各國加強阻止中共的滲透 聽聽情文報導 四通橋標語事件的示範效應持續 本台曾報道 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韓宇濤 公開聲援四通橋勇士彭在周 他的行動獲得校方和很多美國同學的支持 但他在北京的家人 就持續被公安警告和威脅 據韓宇濤星期二透露 近日北京公安的威脅再次升級 上星期五 警察以疫情為名 調查常駐人口 向他的父母要他在美國的入讀學校和住址等資料 並指一旦他回國 家人必須立即向警方匯報 韓宇濤在推特上公開了相關警察的名片 以此表明自己無懼中共當局 以家人為人質威脅他 警察不斷地給我家裡人打電話 不斷地騷擾 以疫情為由 調查常駐人口 問關於我的信息 我爸就把我的詳細的住址給了警察 這個警察就說要我回國的話 就馬上去拍出做報道 就是要逮我唄 然後他留了一張名片 這張名片現在我已經發到推特上 共產黨的流氓本質 就是他用他龐大的維穩機器 覆滅任何一點 反抗他們的小火苗 其實共產黨就是在利用人的恐懼來統治人 所以說我選擇公開這個警察 這也是對他一個震懾 我不願活得像在中國那樣 唯唯唯唆的過一輩子 據韓宇濤公開的信息 對韓宇濤家人進行威脅的警察 叫王海波 是北京市昌平公安 懷疑在網絡壓力下 王海波取消了星期二晚 對韓宇濤父母的家房 本台記者幾次打王海波的手機 但都被掛斷 他的辦公室電話也沒有辦法接通 韓宇濤告訴本台 他在校園內舉牌聲援四通橋勇士後 中國留學生視他像瘟疫一樣 形成對比的是 校方在看到本台的報導之後 專門和他交流 加許他的勇氣 而他也成為了很多美國同學 了解中國社會的橋樑 在我這個事處理後 學校給我打電話說 他們看到了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 想和我談談 後來我就和他們談談一下 他們認為我非常勇敢 會給我提供支持 並且如果說我心理壓力大 可以找學校的心理醫生開導我 有一些美國的同學會給我發郵件 向我表達支持 他們會說 中共確實是美國的一個大問題 他們說他們會加入我 幫助我 讓我們這個學校的學生 知道中共的邪惡 韓宇濤並且在採訪當中再次強調 四通橋勇士點燃了很多人的勇氣 事件尤其對中國年輕人 產生深遠影響 像中國這個社會就把人體制化了 共產黨長期壓制這些年輕人 讓這些年輕人失去自己的棱角 彭力發這個事情是點燃了年輕人的熱血 只要這些年輕人還在 這個運動應該就會持續下去 目前流亡荷蘭的異見人士王靖宇 聲稱一直受到中共跨境騷擾 對於韓宇濤的遭遇 他呼籲韓宇濤無畏無懼 他並且呼籲受到中共威脅的海外異見人士 敢於公開中共當局的惡行 向外界公開情況 揭露中共的暴行 包括我在內的有良知的正義人士 都是他最堅強的後盾 王靖宇也呼籲國際社會 向中共施壓 追溯四通橋勇士的下落 並且要求中共立即放任 中國當局直接把 鵬仔州給消失了 我也呼籲國際社會向中共 詢問鵬仔州的下落 我也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去 與中國的大使館抗議 並且呼籲中共當局 立即無條件的釋放鵬仔州 上月13日 本名叫彭立法的抗議者 在北京四通橋拉環複抗議 中共疫情管控 以及譴責習近平獨裁暴政 事發的時候 正值二十大代表進京 全球幾百間大學的中國留學生 紛紛訪校 掀起在校園內 張貼四通橋海報的熱潮 其中在美國華盛頓州 貝爾維尤學院的中國留學生 韓宇濤 亦是上個月 在校園內展示四通橋標語 中共當局 隨即對他在國內的家人 威逼恐嚇 並且要他的家人 有官員正就是否允許其 繼續在美國運營交易 作出權行 而美國聯邦調查局 正在與這些官員分享觀點 彭博社報導 哈里斯托弗雷對議員說 中國政府可以利用該應用程式 控制幾百萬用戶的數據或軟件 其推薦算法 是決定用戶接下來 會看哪些影片 如果他們選擇這樣做 可以用於影響行動 哈里斯托弗雷 對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說 根據中國的法律 中國公司基本上 被要求分享信息 或作為中國政府的工具方面 基本上做中國政府 希望他們做的任何事情 他說 這個本身就有足夠的理由 讓我們感到非常擔憂 聯邦調查局以將其關切 傳遞給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該政府機構正在審查TikTok 是否能在美國繼續營運 TikTok的發言人奧伯偉特 向彭博表示 正如雷局長在他講話中指出 聯邦調查局的意見 正在被視為我們和美國政府 持續談判的一部分 雖然我們不會對這些秘密討論的 具體細節發表評論 但我們相信 我們正走在充分滿足 所有合理的美國國家安全關切的道路上 這款在美國擁有幾百萬用戶的 流行影片分享程式 已經成為國家安全辯論的焦點 同時 它已經成為接觸年輕選民的關鍵 這些選民 正越來越多地屏蔽念書和推特等社交網絡 拜登政府正在權衡一項建議 允許TikTok在中國母公司 字節跳動有限公司的所有權下 繼續在美國營運 這個安排 將包括 通過甲骨文公司維護的服務器路由美國用戶流量 並由這家美國數據副巨頭 審計該應用程式的算法 然而 由於擔心該應用程式仍然是一種威脅 相關的審批一直停滯不前 國會中的中國鷹派人士預計 會批評任何沒有完全禁止的協議 或將該平台出售給一家美國公司 國會正在權衡立法 正式禁止TikTok進入所有政府手機 兩位有影響力的共和黨議員 上星期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中寫道 TikTok應該在美國被徹底禁止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魯比奧 和威斯康辛州眾議員 格拉格爾說 他們計劃提出立法 禁止該平台和其他被中共有效控制的平台 在印尼巴雷島舉行的20國集團封會 週三閉幕 多國領袖發表聯合聲明 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要求俄羅斯無條件撤軍 同時 缺席封會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繼續向烏克蘭發動新一輪的導彈攻擊 波及烏克蘭多座城市 影響上千萬人的電力供應 分析認為 20國集團封會對俄羅斯的意義不大 因為普京 已經下定決心與俄羅斯繼續開戰 相信俄烏局勢會繼續僵持 但除非有人動用核武 否則不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聽董書月報導 俄羅斯當地星期三 向烏克蘭發動新一輪導彈攻擊 西布尼玉夫 東北布哈爾科夫 和首都基庫等多座主要城市越襲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 俄方發射至少85枚導彈 大約1,000萬人一度斷電 其後800萬人已經恢復電力供應 俄烏戰爭亦牽連輪近國家 其中有導彈落入波蘭境內因此爆炸 造成至少兩人死亡 俄羅斯國防部否認 有關俄製導彈落入波蘭民居 美國總統拜登在印尼巴里 同北約成員國等領袖開會 他說導彈未必是由俄方發射 外媒引述美國官員透露 落入波蘭境內的可能是一枚 用以攔截俄羅斯導彈的烏方導彈 外界關注到俄羅斯這輪攻擊 發生在G20峰會期間 多國領袖已經對俄羅斯作出譴責 G20峰會星期三通過的聯合聲明指出 大多數成員強烈譴責俄烏戰爭 要求俄羅斯全面無條件刺出烏克蘭領土 並強調戰爭正在造成巨大人類苦難 加上全球經濟的脆弱性 安全問題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聲明也強調使用或威脅動用核武 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事 促請透過外交和對話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俄羅斯總統普京 母親市出席今次G20峰會 由外長拉夫羅夫代表 而拉夫羅夫已經在星期二晚離開巴黎島 剩下的G20會議和行程 由財長希露安諾夫上陣 有研究俄烏戰爭的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安所副研究員 事件與星期三對本台分析 普京未出席G20峰會 明顯反映在初商階段的時候 已沒有任何一個歐美國家 願意與俄羅斯進行妥協 普京出席只會自討抹除 而實際上 G20峰會對俄羅斯意義不大 因為普京已下定決心 與烏克蘭繼續開戰 就算面臨制裁 俄羅斯也可能找到方法生存下去 甚至還包括中國 因為他們沒有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 或者就算有 也可能在暗中的支援 所以俄羅斯目前並沒有進入一個 經濟十分非常緊張 一定會垮的狀態 所以這樣的制裁有效 可是俄羅斯也還可以繼續 暫時還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俄羅斯戰爭持續近9個月 雙方仍在拉拒 外界擔心情況持續的話 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過事件院認為 俄羅斯戰爭的規模暫時不會擴大 歐洲國家支持烏克蘭 中美也表明反對使用核武的情況下 普京仍受到國際壓力 事實上俄羅斯雙方都有意識進行談判 但始終無共識 相信戰爭狀態會持續更遲 直到春天才有進一步發展 那就是繼續僵持 第三次世界大戰 現在應該還沒有可能發生 至於戰爭會不會擴大 眼前來看應該是不會的 而且馬上要進入冬天 那個時候其實作戰 不過如果天氣太過寒冷的話 那當然是沒有辦法進行戰爭的 那方方可能在冬天 戰爭的規模可能會變小一點 那當然也看歐美國家對烏克蘭 那個軍事支援的程度 這個可能會決定烏克蘭 目前繼續對抗俄羅斯的主要的一個依據 事件月有提到俄羅斯早被國際孤立 他的盟友中國在名義上支持俄羅斯 但在G20峰會上 中國態度軟化 見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不見得會全力支持普京 俄羅斯戰爭至近近9個月 美軍早前估計 俄軍傷亡人數達10萬人 而烏克蘭方面的損失都可能差不多 由約4萬平民可能已經在戰爭中上身 而這是美國官員至今得出的最高估計數字 不過有關數字未得到官方核實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董書瑜報導 接下來我們有專題節目時間 至港區國安法生效後 不少即使是港說香港自身的電影 都不能在香港上映 當中包括由反送中抗爭者參與、 港說六七暴動、 文革偷渡潮、六四等歷史事件的電影 概電影導演陳子媛 和監製任彥聰接受本台專訪 期望這套紀錄片成為一套 令失與港人重新思考和討論的門 陳子媛表示 雖然身處香港的人 不能看到這套紀錄片 但這樣反而加深這套電影 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香港正經歷大時代下的轉變 他們更要堅持創作 他說要時刻警惕 但不要恐懼 聽下《純音》報道 我們香港的人 有沒有任何時間 能夠主宰過我們自己的命運呢? 由亂世備忘導演陳子媛 執導的紀錄片《優惑之島》 製作歷史近五年 期間透過眾籌籌籌資金完成 電影結合幾十和劇情 記錄了三位不同年代的真實人物 經歷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偷渡潮 1967年六七暴動 以及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 紀錄片並找來曾參與 反送中運動的年輕抗爭者 重現他們當時的回憶和傷痕 令平衡的角色 因為上次的反抗背景 以及混沌的警方而重疊 而當中更加有不少兩代人之間的對話 有一指導導演陳子媛 和監製任石聰接受本台專訪 陳子媛說 這個並不是一套回顧歷史的電影 反而是想透過這幾個歷史時代的個體經歷 他們是怎樣想像香港 並解答香港是什麼 再透過年輕人的眼光 刺入他們的經歷和想法 再審視自己的想法 藉此與上一代人有一個重疊和討論 陳子媛認為 特別是在反送中運動後 這部分的討論和思考變得特別重要 因為香港經歷了很大的改變 曾經陳子媛在拍攝亂世被忘視 問過其中一個年輕的抗爭者 你覺得20年後你會變成怎樣? 你會不會還相信現在所相信的東西? 不過拍攝憂鬱知道時 他就反過來問 你是不是仍然相信 你曾經相信的? 這個都是他想對觀眾發問的問題 有沒有繼續堅持下去? 或者有沒有忘記? 有沒有離棄一些朋友手足呢? 經歷時代的轉變 陳子媛覺得 我們不能夠直接這樣回答 我們會怎樣或者堅持我們的信念 因為時間才是我們最後的答案 這一刻的我們其實正經歷 他說希望可以透過對於這些人 個體的觀察 可能對於我們未來有一些想像 陳子媛說 這套紀錄片並不是有既定的訊息 希望被觀眾接收 相反是希望令到失語的香港人 可以重新思考和討論 我想我們這幾年見到香港的改變 會有一種失語 失去了講自己感受的一個語言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我們是不是曾經努力走出來 但是為什麼好像不是我們想像的方向 甚至我成長的香港好像都不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語言去講 我想透過這部電影 我是很希望大家重新去嘗試去講自己的感受 包括了經歷這些劇變下的感受 重新思考香港是什麼 梳理一些自己的過去 今天然後去想像未來 我想這個未必是我可以說 我透過這部電影講一個訊息 這部電影更加多是一段門 嘗試打開一些東西 令到我們這一刻很失語的香港人 可以去重新思考和討論 對你來說香港其實是什麼 香港 這個問題 陳智媛都問過片中的角色 透盜來香港的審白 當時會覺得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不過都有一些角色 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陳智媛認為 這個並沒有單一的答案 對她的意見 香港是我家裡 因為我在這兒出生 在這兒成長 而我對這個地方很 即是 我很希望可以繼續留在這個地方 繼續拍關於這個地方的電影 這樣 某程度上 她覺得這部電影都是嘗試解答她這個問題 她發現原來每一代人 不同人對於香港應該走向哪裏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她猜片中結尾最後的5分鐘 有一個答案 即是究竟香港是什麼 或者我們是什麼 這個有待觀眾去思考 記錄片已不同港人在法庭被告欄內 昨日刑事鏡頭的畫面作結 不大半點音樂 在戲院裡 空氣彷彿好像靜止下來 另外在製片名單上 都看到他們特意地標示了一些 製作人證在獄中 是否希望觀眾不要遺忘他們呢 陳子媛解釋 這部電影其實給了很大觀眾的空間 它可以是不要遺忘一些朋友 或者手足 但同一時間 它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想像 所以每個人有自己的經歷的時候 他們看這部電影就會更加看到自己的部分 每個個體都是很大的 對我來說 我們不能夠用單一的個體去代表 一個年代一個時代 但同一時間 我們的經歷又好像沒有辦法 完全被另一個人所理解 雖然這部電影叫做憂鬱之道 好像很憂鬱 好像香港不能夠選擇自己的方向 選擇自己的未來 但是這些人拼湊起來 我希望可以為觀眾帶來一些希望 希望是在於我們可以見到大家 憂鬱之島雷獲樹榮 但是諷刺的是 這一套講述香港的電影 就未能夠在香港上映 雖然這一套電影是希望香港人從中反思 但身處香港的人就看不到 陳智媛認為 電影拍了就是拍了 它存在在這裡就有它的命運 都有同觀眾的緣分 他相信觀眾即使不在香港這一片土地看 都有很多方法去接觸這一套電影 例如移民後再看到 感受可以好不一樣 他說這個正是我們現實中正面對的處境 那樣東西都會加深了這一套片 在這個時代的意義 創作者經常在《國安法》時代下被問到 覺得創作空間仍然有多大 會不會擔心觸及紅線 而憂鬱之島中更有反送中抗爭者參演 陳智媛又有沒有顧慮呢? 他直言 拍攝時沒有特意去避開些什麼 因為他早在2017年開始製作 當時仍未發生2019年反送中運動 都沒有港區《國安法》的出現 而且香港是什麼這些問題 確實這樣在他成長過程中纏繞著他 他很想去找這個答案 他強調 我沒有特意去避開一些東西 因為那個片從2017年開始的時候 2019年的反送中都未發生 而剛才所說的《國安法》也未出現 但我想討論香港其實是一個 依然是可以做到的一件事 那擔憂也不可以擔憂那麼多 因為太多擔憂的時候 其實沒有辦法拍到或者創作到 反而是覺得就是因為這一刻的香港 在一個經歷在大時代之下的轉變 我們更加作為一個創作者 更加需要努力去堅持去繼續創作 我們時刻警惕 但是不要恐懼 有我知道監製任石聰就認為 其實整個電影業界都在調節 在後2019怎樣繼續拍電影 他覺得不能夠太短視 電影人應該要想遠一些 因為作品的命比我們更加長 限制反而是雲生創異 電影是應該怎樣拍法 應該怎樣做法 如果有限制 我們可能有些新的方法去做 其實如果中觀歷史裏面的時候 其實這些我們都不是第一次會面對的 但經過很努力建構的自己 會彈塔 會吹緊滅惡 但始終會重新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信音台北報導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的官網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 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